在岁江物产不仅丰富多样化 近几年来农会也积极辅导农民朝有机生产栏发展 成效卓越 今年度特别配合了农粮属国产有机质肥料补助政策 直起受理所辅导的产销班来登记 至于非产销班的有机农友 农会表示说可以就近向乡镇公所洽询登记 共同来打造一个有机农产的乡镇 瑞税香有机农产业蓬勃发展 不论是咖啡、文旦油或者蔬果、茶等等 都逐渐转型为有机栽培 尤其茶产业更甚 有机茶云的面积就有将近20多公顷 而为了加强辅导协助降低有机制裁成本 瑞税香农会也配合农粮署冬区分署 推动办理国产有机质肥料补助政策 110年度国产有机质肥料已经开始申请 凡是瑞税香农会所辅导的产销班都可以申请 申请表都已转交给各班班长代为办理 再请各班班长于5月31号前将申请表缴回农会推广部统一采购办理 为了让作业更加便捷 农会也以所辅导的产销班作为窗口代办登记 而至于非产销班员、农会业务承办员张律表示 可带相关资料证明文件 究竟到乡镇公所来洽询登记即可 其实我们公所也有在办理 那带身份证、存折、土地权状 如果是有机的话 带着有机证书即可办理 根据农会统计资料 去年光是有机肥料的申请登记就高达620公顷 将近124万多元 积极辅导农民朝有机生产发展的农会 也希望借此补助计划 能够减轻有机农民的生产资财成本 共同打造一个安全安心的农产业 记者是玉兰瑞瑞瑞采访报道 记得到这种蒜瑞瑞状 并顶伤达照